其實民眾黨就是所謂的以民眾為本 我們認為是絕對是有一條中間的這個道路 由下而上藉著民眾的這個有效的這個參與 那來做更好的一個這樣子的政治上的這個發展 這個是我們在追求的 自己是當然是從學術界來 其實長期在這個學術界服務 大概已經超過二十幾年 那我想我自己是學公共行政 那當然這個公共行政談的就是政府管理 我想其實當然也非常感謝 這幾年在民眾黨這樣的一個機會進入立法院 那等於說其實公共行政真正在這個實踐的場域 就是在立法院 所以我也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實際見證整個從不管從政策的這個規劃 它的這個立法過程 然後它如何去執行面的這個在 比如說在國會的這個監督 所以這也是當時去來進行海選的一個初衷 過去台灣也歷經了這麼久的 不管是這個藍綠的這個輪流執政 其實政治確實已經呈現一種 不管是它整體在這個發展上 所以在台灣社會發展上所碰到的這個問題 其實民眾黨也就是所謂的以民眾為本 那我們這樣子從各行各業來參與 其實我覺得說它才能夠真正改變這個結構 透過像民眾黨我想我們很多數的這些委員都是 就是從各行各業直接屬人來參政 在立元的表現 我相信大家也是看得到的 其實我想 就是台灣社會經過這麼多年的藍綠輪流執政 其實我們確實是希望能夠找出另外一條道路 那這個道路可能是要更理性更務實 其實事實上我們認為是絕對是有一條中間的這個道路 我們可以很務實的來處理一些 不管是整個政策上的這個問題 是民眾黨 或者甚至也是全民很大的一個期待 由下而上 藉著民眾的這個有效的這個參與 那來做更好的一個這樣子的政治上的這個發展 這個是我們在追求的 我個人是從海選進入民眾黨 其實我們印證的一件事 我們從各行各業來參與的這些 我們的這個同黨的同志後來的委員 我覺得其實表現都非常的優秀 其實只要我們願意 只要用我們的專業 我相信都能夠成為一個非常好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高度的歡迎有志支持 如果認為政治可以有新的選擇 政治可以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那就歡迎大家來報名 參加我們民眾黨的海選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說 那就是民眾黨四周年了 民眾黨四周年的黨慶 剩下不到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了 很多朋友都在問說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報名參加呢 我們今天就幫你揭曉 先加入民眾黨官方LINE的帳號好友 加入好友後開始聊天 點擊下方選單 點選報名活動 再看一下活動說明 可以看到時間在8月6號的下午2點半開始 地點在台中國際展覽館 還有黨慶的橋段 一切點選我要報名前往報名 輸入你的基本資料 電子信箱 手機號碼 姓名等等 不是黨員也可以參加哦 點擊確定送出 就會顯示報名成功哦 等到8月6號黨慶當天 一樣是點選這個位置的選單 點選現場報道 再點選出示條碼及代碼 就會拿到一組QR Code 找工作人員掃碼就可以正式入場咯